汇丰控股00005层是大批本港散户的深水选择,但自从汇控宣布暂停派息以来,再加上全球利率持续低企,经济下行导致银行资产质素受压,以至近期遭削减行指权中,令汇控股价承受沉重压力。 汇控昨日收报34.25元,较去年底60.85元,显著下跌43.7%。 根据神星估算,汇控的公运价值Fair Value是57元,相当于一倍市涨率P.B. 不过,由于其不稳定评级Uncertainty Rating是高,在五个评级低,中等,高,非常高,极高,中处于中间位置。 对于汇控者家拥有五星评级的公司,其安全编制为公运价值的40%。 简单而言,以汇控的公运价值为57元计算,当投资者以低于34.2元的股价扣入。 神星预期期投资回报在未来数年有最大上升潜力。 胡启泰在近期发表的报告中指出,预料汇控在2020财政年度的每股派息为0.2美元,约为1.55港元。 2021财政年度值为每股0.3美元,约为2.32港元。 相当于60%派息比率。 2022财政年度的派息可望回复至每股0.51美元。 他预料汇控或采取较低的派息比率,但同时有望增加股份回购规模。 由于业务重组关系,汇控已宣布今.明.2020及2021年,两年暂停回购。 神星估计汇控可望于2022年恢复回购。 但相信汇控难望于2022年底前达成提升有型股本回报率到10%至12%的目标。 神星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